旅行旅遊的採線團是跟旅行公會來合作 所以5月27號就會有個大會師 那在這個之前 我們會把草擬中的防疫旅遊守則 提交指揮中心來審查 規劃是以台61縣就是沿途 因為總共有300公里 由旅行公會 他們號召全國的旅行業 那在有9個就是行程 那以這個三天兩夜的方式 在台61縣就是西濱快速道路 來把我們從去年以來要推動的 就是幸福公路觀光大道 把它具體的來落實 第一階段主打的是 三天兩夜的國內團體旅遊 標榜全程也都必須要遵循好防疫守則 接著還會推動的是安心旅遊 等到全球的疫情控制之後呢 也會有限度的開放國際旅遊的行程 加上七等約對比堂 加上九等一陣子 加上九等一陣子 加上三等鬥 加上四等二陣子 加上四等一陣子